中文字幕志愿者 7月9号的活力交易战 我是Desmond 郑威耀 各位 下午好 我是郑勤文斌 那节目一开始 同样的我们今天来看一看 全球的这个冠病的这个情况 那现在高居榜首的美国 这个确诊人数已经高达了 310多万 那死亡人数更是有13万余人的 那第二是巴西第三次印度 那我国马来西亚 是从昨天的71 那现在目前的这个位置 已经来到了73了 那真的是一个好消息 那我们现在把焦点 来看一下马来西亚的新冠肺炎 那新增的这个病例 一共有三宗的 那确诊的病例8677宗 而治疗的病例70宗 康复的人数8486人 死亡人数121人 是 那当然还是再次提醒大家 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冠病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 都欢迎大家联络这个CPRC的求助热线 038810200或者是0600700 或者是电邮到cprc at moh.gov.my 还有这两个非常重要的WhatsApp的号码 大家都可以记下来 对 那么真的是要大家要提高自己的这个 怎么说呢一些卫生等等的这些问题了 那除此之外我们把我们的焦点转移到国内 那么其实可能你会发现到从7月7号开始 可能有人在你家敲门 然后就会做一些问卷等等的 那就是我国就是现在在做这 有关的这个普查人口的一个动作 一个举动了 但是有报道就指出 其实可能现在大家都非常担心 是一些假冒等等的 那如果你担心假冒的 你其实可以拨电去查证的 那如果你拒绝进行有关的这个普查 其实可以罚款坐牢的 是的 那这个刑罚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罚款不超过一百令吉 或者监禁不超过六个月 或者是两者监视 就是没有必要被这样做这个刑罚 那其实我国会进行这个人口的普查的年份 是每十年就会做一次的 那从较早的1970年一直到1980 1990 然后2010 然后现在是2020年 所以现在是十年的一次 所以是非常重要的 对 那可能你会问为什么呢 就是国家一定要做有关的这个 人口的这个普查呢 主要原因呢 我们立刻来看一下 首先那就是让政府准确 可以了解人口的现状的 然后另外可以作为国家发展规划 参考和重要的一些基础 比如说要进行一些经济的策划等等的 让政府可以了解房屋的规划 以及分布 以及它的组成的 也让政府可以掌握社会经济的特征 是的 没错 那其实这个人口普查的问卷类别呢 总共是有108题的 那总共呢 就会有从这九大领域 来开始类别来去区分 那第一呢 就是这个家庭和居住的地区 那第二 人口统计的资料 学校的资料 工作的资料 残障人士的资料 出身资料 健康与健身 以及第八是住所 以及第九是乐龄人士 对的 这些有关资料呢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也来看一下全世界到底哪个国家 最多的这个人民呢 立刻来看一下 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呢 就是有中国 大约有14亿人口的 另外 全球人口最少的国家呢 那就房地纲了 大约有200人口 它也是全世界最小的一个国家来的 是 没错 800人口 是 没错 那其实这个问卷开始调查呢 是从7月7号开始 一直到9月呢 大家都可以到这个网上去进行的 这个普查的调查 对 那9月开始呢 可能就有官员来上门 来敲你的门 然后呢 来进行这个调查了 是 那了解了我们全世界的人口 或者马来西亚人口出败呢 我们立刻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大主题 那么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呢 那就是有关甜菊叶 是否可以帮助治疗糖尿病呢 甜菊叶是一种天然甜味剂 它的发掘和利用给人们带来了不少福音 从古代起就有人用甜菊叶来泡茶 或加到多种饮品中增加甜味 甚至用来做药草 甜菊叶里的甜菊糖干物质 是一种甜度很高 但却不会升高血糖 不参与代谢 提高胰岛素的天然甜味剂 由于热量低 含糖量低 据说甚至还有控制糖尿病 高血压 抗菌抗炎等作用 究竟甜菊叶中的哪些营养素 能帮助预防糖尿病呢 市场上的纯天然甜菊叶 或加工甜菊叶 又该如何辨别 食用过量的甜菊叶 又会带来什么副作用 今天一起听听营养师怎么说吧 甜菊叶可以治疗糖尿病 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 在一些报道都有听过这个 但是这个治疗 到底是不是真的可以起到 这样的一个治疗作用呢 好 马上请到我们今天的营养师 Kellen老师 老师好 大家好 老师 你好 那么其实这个是一个 怎么说 可能每一个人都在问 因为大家都知道甜菊叶是很好的 那是否真的可以帮助治疗 我们的糖尿病吗 是 这个是一个非常争议性的主题 是 因为目前甜菊叶 它是属于草药这方面的管制 然后它的临床报告真的不是很多 以其说它能够治疗糖尿病 不如我们说它能够帮助预防血糖的上升 因为它的这个甜味是完全不会让我们的血糖有影响的 所以它就可能可以拿来控制了 对 没错 如果治疗的话可能就是要再做更多的一些研究 临床的试验了 可是甜菊叶它还是甜嘛 可是为什么可以达到这个控制血糖的这个情况呢 非常好的问题 因为甜菊叶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叫做甜菊肝 这个甜菊肝它其实也是属于它们的酵素的一种 是的 那它其实一个甜菊叶它有八种的这一个肝 然后这个甜菊叶它其中一个比较有临传的 叫做A型甜菊叶那A型甜菊叶它能够帮助 我们说就是在我们吃了之后 它不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胰岛素分泌不正常 那我们可以看到刚刚有说到有关的这个甜度 是我们的这个白糖的300倍 那我们座上就有两种不同的这个甜菊叶 那一种是新鲜的 大家可以看得到 那另外一种就是干的 好 为什么这个干的好像比较大片 它的叶子 那这个新鲜的就一般上就是 它是野生在路旁也可以看得到的 是吗 老师 我们这个是特别经过挑选栽种的 好 那可能我要试下这个新鲜的 是 直接可以吃的 是不是 对 直接可以吃 这个干的可以吃吗 可以 这只是晒干而已 对 晒干而已 对 甜甜的 真的很甜 然后这个干的就会有一点回甘的那个味道 对 对 吃了那个喉咙很舒服 是 有点润喉的感觉 对 新鲜的我觉得吃了之后它比较有水分 对 对 对 因为我有试过这个干的 那么干的就刚刚你说有带干 可是这个就是很有水分的那个甜味 对 两者不同 好 那其实这个两者的功效会有分别吗 其实没有什么分别 不过如果为了储存 比如说我们自己在居家里面做泡茶用的 我当然鼓励你们用干的 用干的 因为可以收 然后这一个新鲜的只能够放在 冷藏的地方一个星期而已 一个星期就不能用了 对 就不能用了 那其实我想问一下 那么这个刚刚有说到我们的这个甜菊叶 其实可以控制五官这个糖尿病 它是如何呢 它的作用其实是来自提高 我们人体的胰岛素的敏感度 这个非常重要的 敏感度 对 这个很好奇 通常我们都说我们吃东西 可能就要这个胰岛素平衡 对 可是现在说的是敏感度 对 为什么呢 对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任何一种食物 可以帮助降低血糖的 可是这个世界上也有的食物是可以提升 胰岛素的敏感度 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们就搞错了 他们以为说我吃这个食物可以降低血糖 它的作用其实不是在降低 它是在平衡 然后它是在提升那个敏感度 敏感度 所以一个人类就好像我们这样 我们的胰岛素的这个敏感度 要很高才对的 对 我们的胰岛素呢 如果我们的胰岛素分泌不正常了 就是它可能它的敏感度很低了 那时候我们的这个胰岛素里面 它会释放出大量的葡萄糖在血液中 我们的血糖就会上升了 所以胰岛素高的话 血糖就会低 对 胰岛素敏感度低的话 血糖就会高了 对了 原来是这样的 这样子的话有什么会导致 这个敏感度会下降的呢 比如说我们时常吃红肉 煎炸的食物 或者是比如说水果 比如说有些果糖是很高的 榴莲 芒果 对 这些都是会让胰岛素的 那个敏感度下降 为什么呢 因为它要一直去适应那个糖分 那个甜度 所以好像甜菊这种 它吃了下去之后 它不会去影响我们血糖中的那个分泌 它不会去影响那个胰岛素的 我们讲它的敏感度 所以你吃多少它都是平衡在那个地点 这样如果它和一些药用的 一些控制糖尿病的一些药物 来做比较的话 那么其实它分别是在哪里 好 一般上药物是控制胰岛素 可是它不会提升胰岛素的敏感度 你没吃的话 你没有吃那个控血糖的药 你的胰岛素就会不正常了 就会不平衡了 所以它里面有一个钙离子阻断剂 是 对 这个钙离子阻断剂它是类似我们 在外面药房买到的那些高血糖 或者高血压的药物 可是那些药物如果你长期吃的话 你会有一些 有一些病人的反应是他们会觉得 好像血压过低或者心疾 心跳很快 头晕不舒服等等 可是甜菊液就不会有这样子的副作用 可是它里面也有这个成分 对 所以它就是可以促进 这个降肝糖源的这个形成 这个肝糖源就是什么 肝糖源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血糖里面 制造的一种代谢的一个功能来的 所以当我们吃到了这个 我们一般上吃药是为了控制它 现在我们没有吃药 我们吃这个的话 它也是能够帮助这个代谢 好 好像激活这样子 对 然后其实就是在这个高血糖的情况下 才可以发挥作用的 对 如果你没有这个问题 它就没有平常这样 就是当做一个提味品这样子 明白了 那如果是说这个甜菊液 它里头有这个甜菊肝 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甜菊醇 那甜菊醇又是什么 这个甜菊醇它其实是来激活 胰岛素里面的一个β体细胞 然后它可以释放 你看我们刚才讲提升胰岛素的敏感度 它如何提升呢 它就是为了释放这个肝精胰岛素 好深 老师 什么是肝精胰岛素 肝精胰岛素是储存在我们的这一个 我们的血管里面的 然后它的这个 如果肝精胰岛素的代谢多的话 它就可以预防血糖的浓度 对了 所以又叫TPM5 所以它是有一个连接性的 对 所以看得到吗 其实蛮重要的 是不是立刻的 另外 我想问一下 就是刚刚我们老师有提到 就是什么A型的一个糖菊 糖菊液干 那预浴是怎样呢 A型 刚才我们说过 一片糖菊液 它能够划分出八种干类 有A B C D E 然后还有其他等等不同明日的 是 那这个A型糖菊液干 是在目前医学术里面的 临床报告中 发现到它是最能够控制 和补助这个胰岛素的敏感度 然后再帮助把这个 糖菊液和糖菊液释放出来 所以 因为也有一种 就是可能萃取出来的 对不对 那个分别又是在哪里了 取出来的就是经过一些 我们讲工厂的一些加工 是的 其实也不算加工 就是把这些叶子提念出 它里面的这个A型的这一个糖菊 就特别充满那样 特别充满那样 A型而已 对 只是拿A型而已 是的 那其实老师 如果是这样的话 糖尿病人士是要吃很多呢 其实我是不鼓励吃很多 毕竟它只是为了提升那个口感 就是可能 对 因为平常它吃甜了嘛 突然间断掉就很辛苦 对 所以可能这个可以作为一个代替品 对 它本来就是代糖来的 可是也不能多吃 对不对 它还是有一定的那个 对 应该这样讲 它不能多吃不是因为它血糖会上升 我以一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不能多吃是不要让你的胃感 你的舌蕾变得很习惯那个甜度 对 这越吃越甜 可能会是这样的 老师 我们这里有一个观众朋友 想问老师一个问题 我们的观众朋友的手机尾号是0091 他说糖尿病患者除了使用这个甜菊叶之外 饮食上还有什么要配合呢 那糖尿病患者一般上 我们当然建议他少油 少盐 少糖 然后就是多吃一些水煮的食物 可能会有困乱胰岛素还是什么 不是 因为这些食物会让胰岛素敏感度降低 如果你时常吃胰岛的食物 然后另外一些预防 我们刚才讲说可以激活胰岛素上升的食物 比如说苦瓜 南瓜 洋葱 还有一些 我们想一下 比如说一些的那个什么蔬菜类 水果来讲反而我就不建议吃太多 因为水果类的果汤会影响 会让你的敏感度降低的 是 那你可以吃什么水果呢 你可以吃那个黄瓜 牛油果可以吗 牛油果的烤力蛮高的 就高 对 不建议常吃 可以吃 不建议常吃 你可以吃番石榴 洗衣果 对 番石榴 苹果 柳丁之类的可以 好 所以说到这个糖分 还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学问 那现在我们先休息一下 来看看就是各类不同的糖 有哪一些呢 各类不同的糖 水莲果糖浆 水莲果糖浆又称菊薯 是用原产南美洲的水莲果根莖 加工而成 它的味甜 色深 稠厚度类似蜜糖 含40%至50%的低聚果糖 热量只有每公克1.3卡 是糖的三分之一 水莲果糖浆富含膳食纤维 能改善肠道菌群 治疗便秘 和水土不符所致的腹泻 另外 水莲果糖浆还可降低 患上糖尿病 和肥胖症的风险 然而 低聚果糖 不适合主食或烘焙 但可为咖啡 茶或粥做调味 椰子糖 椰子糖是从椰汁中提取 含有铁 芯 钙 钾等营养元素 及抗氧化剂 椰子糖内含的橘粉 是一种特殊的纤维 可以帮助改善肠道健康 和减缓葡萄糖的吸收 然而 椰子糖的含糖量 卡路里和果糖也很高 大量饮食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影响 因此 要肾食或少吃 原蜂蜜 原蜂蜜从蜂香中直接获得 含维生素 酵素 矿物质 氨基酸以及有益健康的抗氧化剂 此外 原蜂蜜还能提高 血液中抗氧化剂的水平 能有效预防疾病 有研究显示 它有助于降低胆固醇和血脂 同时还可增加好的胆固醇 达到消炎抗炎的功效 欢迎大家继续守着火力加油站 那来到了这里 我们就想要来了解一下 其实这个甜菊液它还有其他的功效吗 就比如说可能在网上就有看到一些 可以杀菌这些这样子 真的有这么好吗 其实它主要的是因为它的这个甜菊醇 然后还有这个甜菊双糖肝 这两个成分 可是因为它还是没有临酸 可能就是一些民间偏方 比如说你在口腔有烂的时候 你就泡一杯这个甜菊水来喝 对 它可以帮助预防 因为毕竟它都是有抗氧化的 所有的绿茶 我们讲这种是属于绿茶类 是 所有的绿茶类都会有这种效果 其实不只是甜菊 所以可以抗菌消炎 对 因为它的抗氧化的关系 对 它有抗菌性 那这个双糖肝 就是这个什么可以抗结合 为什么它有这样子的这么高的成分呢 因为它里面的这个酸 其实双糖肝就是刚才我们讲的 那八种肝的一种 对 一种 可是在这个 我只可以这样讲 因为它还是没有那种临酸 只是有一些曾经有人用过 感觉觉得说它有这样子的 有这个功效 所以他们会分享出来 所以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这样它可不可以拿来做 其他的一些化合物呢 也有特别的功效呢 比如说 一般上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 他们都是会放在一些 饮料比较多 拿来做那种带糖的 对 会比较多 甜菊来讲的话 我还比较少看到工业用 比如说所谓工业用就是说 美容品 还是化妆品 比较少 对 不需要甜甜的吧 不需要甜甜的 对 不需要甜甜的 所以这里我们看得到 它可以做成一些化合物的 这个药用了 对不对 这个药用来讲的话呢 是加入进去一些中药的 比如说 加入中药 加入中药 有时候我们在外面吃到中药 因为中药一般上比较苦 对 所以如果你吃到一些中药 因为现在的中药粉 甚至有一点甜味的 对 很多都是加了这个甜菊 明白 那里头这个分酸类 这个指的是什么 分酸类就是它的多分体 就是它的酵素的一种 就是这个甜菊液里头的酵素 对 看起来它好像全身都是宝 我们这里有个观众朋友 也是要问我们的老师的 观众朋友的手机尾号是8658 他说 他想问的就是 听说食欲不振 可以长期喝这个甜菊液茶 会有帮助吗 甜菊液有一个特性 它虽然是比较寒性的 可是它能够保护那个肠胃 对 它能够保护肠胃 就是你喝了下去 你会觉得有点饱足感 是吗 我不相信 对 来 你喝一下 因为现在老师就为我们准备了 那就是刚刚用了我们这个 干菊液 对 然后就来泡热水这样 是 然后我们就这样喝 对 那我的建议是 如果食欲不整的朋友 因为只是单单喝甜菊液 你会觉得很腻 那个味道 所以我会建议可以泡三 不是三杂 橙皮 橙皮 对 橙皮 橙皮跟甜菊液的配合 这个应该很开胃吧 是 就是让它开胃 对 可是很神奇 甜的 是啊 而且说实在话 很甜 很甜 几片叶子而已 对 真的 所以它是世界最甜的植物之一 因为现在我有点饿 所以老师说有饱足感 可以再多一点 老师其实是鼓励吗 就是在很饿的时候 然后来喝这个 因为它不会让血糖升高 如果真的是没有东西吃的话 就可以 它是唯一的选择 这样很好 因为喝甜的东西 你又可以开心一点 对 可是这样子的话 会不会有一点矛盾 因为它就是食欲不整 它可以这样子喝 可是如果是它喝了 又有这个饱足感 那会不会有一点点 没有 它喝了这个 其实是让它的肠胃产生 比较能够吸收 然后它就会想开胃 要吃东西 是 可是我 因为它毕竟 还是寒性的食物 这个绿茶类 所以我还是鼓励 你们喝的时候可以 你要让那个味蕾更好的 你放点生姜 或者放点橙皮 女生就要少喝了 对不对 女生来越近就不要喝了 就不要喝 我不喜欢生姜 男生 可能我喜欢一些花槽 我可以就是混合放一点花 也可以的 那一般上我们就用 多少毫升的这个水 去泡几多片 你看 它放一片就已经很甜了 对 如果你是一家人喝的话 你放500ml 倒一个厘米的水 都没有问题的 你去煮一下就好了 好 就是好像拿去焖一下 焖一下就好了 这样我喝完了 我可以再就是加水再去 如果你要再加水的话 你就要放多几片 像这样子 对 老师这样很好奇 因为它这个叶子真的很甜 有没有说这样泡水了 就只可以用一次 还是说可以再一次用 可以再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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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加多一点叶子 是 泡到它没有味道为止 这样真的真的很挺好的 很坚然的糖 因为它好像很好 你看它的这个糖 它的这个甜味非常地好 对不对 那我们是如何可以从这个甜植叶当中 提取有关的这个糖的味道出来 对 好 很简单的 就像现在大家已经把它泡了水 对 那如果一般上我们放这么 这边是大概四五片 你们放对不对 你把这个水流住 倒出来 然后平时你在煮东西 比如说你吃优格 酸的优格 你就放一两汤匙下去 当做糖水这样子来用 也可以 可以 这样很好 可以做成好像糖浆这样 对不对 对 如果你放的水少的话 它就更浓稠 你可以加入冰淇淋 是 冰淇淋好甜 最好是 如果我这样弄了这个水 一壶水 我可以放多久呢 你把上放冰锅 放在冰锅里面 我也是鼓励三到五天就好了 三到五天 都蛮长时间了 因为毕竟还是天然的 对不对 而且可能我们在采取的话 就是拿出来的话 还是要确保你的汤匙 还是什么的话 是干净的 不要受到这个细菌的污染 有一些朋友他们喜欢 时常很喜欢喝蜜糖 蜜糖多少都会影响 血糖中的葡萄糖的上升 所以我会鼓励你们 如果有糖尿病的人 不要给他吃到蜜糖的话 你的料理当中 有蜜糖的 你就换成天气水 来代替 对 这个方法很好 真的 比如说好像在糕点 对 或者是在一些糖水 就是我们喜欢喝的那种 绿豆沙 红豆沙 对 你不介意那个干的味道的话 其实你可以用类似这样的方式 对 那你不要让它这么干 你就不要放这样多片 就是你自己那个调试的味道 对 是 这样的老师 你知道我们那个糖的话 它会转成卡路里 这个能量来源 对 这样这个甜菊叶 会不会有很高的卡路里 是 很惊讶的 零传报告显示它是完全没有卡路里 我再会多两倍 完全没有这个升糖指数 那才好奇 那才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很好 真的 可是老师我想问一下 干的和新鲜的有分别吗 其实都一样的 卡路里它的 一样 全部都一样 只是口感不同 干的就比较容易收藏 真的太好玩了 所以发现了这个甜菊叶 真的是全身刀四宝 对 那我们一说到这个甜的东西 相信女性都非常喜欢 那我现在为大家介绍一下 那世界上还有各种不同的甜点 又有什么呢 世界各地的甜点 维也纳巧克力杏仁蛋糕 维也纳巧克力杏仁蛋糕 是以奥地利首都命名的 名字起源于 奥地利顶级的宾馆之名 冰馆开幕时 一位高饼师傅 烘焙了这种特殊口感的蛋糕 他不仅受到了皇帝的喜爱 还被皇帝亲自赐名为 Imperior Tour甜蜜的问候 维也纳巧克力杏仁蛋糕 使用新鲜的牛奶巧克力 和优质的杏仁制成 它柔滑的外层 及铺满碎杏仁和可可的内层 让人不禁垂涎三尺 整个蛋糕吃起来 口感既甜美又细腻 提拉米苏 提拉米苏是意大利 数一数二的著名甜点 它起源于一个温馨的故事 二战时期 一个意大利士兵的妻子 打算给即将出征的丈夫 准备干粮 但由于家境贫苦 它只能把所有能吃的饼干 和面包都掺杂起来 做成一个糕点 后来就成为了 家喻户晓的提拉米苏 因此提拉米苏 在意大利语里有 带我走的意思 象征的不只是美味 还有满满的爱和幸福 淡奶酥 中世纪诞生的淡奶酥 是法国著名的甜点 云朵般蓬松的外形 是它的特点 让人吃完后 却感觉似乎完全没填饱肚子 当时的法国社会风气 普遍贪婪无厌 富裕的老百姓 成天把时间花在吃饭上 就算只有三四个人的餐会 却准备了十几二十道菜 为了矫正败坏的饮食风气 厨师便运用无滋无味的蛋白 制成了这道看似丰满 外表优雅 内里却空虚无物的淡奶酥 欢迎收看《火力加油站》 那么刚刚我们就认识了什么是这个甜菊叶 那现在我们立刻来问一下我们的老师 那Karen老师 那我们又如何去选择好的甜菊叶呢 那其实首先一下 因为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报导 对不对 也有报导就有指出 就是说这个甜菊叶 因为有些化合物了之后 它可能会添加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那是真的吗 是 是真的 的确是真的 市面上除非你买到的这个甜菊叶 就是Original 是这样子的 就是叶子的 叶片 不然的话那种已经做成甜菊糖的 大多数都是加工 所以要特别去看一下它的里面的指标了 对 那我们又应该如何去选择 这些好的或者是纯正天然的 一些甜菊叶的商品 基本上它有三大类 第一种就是绿茶 我们讲这种绿叶甜菊叶 然后第二种就是甜菊叶的这一个 水取Extract Stevia Extract 只要在那个包装上它写着是Extract 单纯的Stevia Extract 你就可以买 通常那些是液体性的是不是 在右手边的那种 对不对 提取物 那种液体性就是 以加工的甜味剂 对了 另外它还有粉状的也是有的 还有粉状的 对 粉状的就是它的提取物来的 这样粉状一般上我们可以拿来 就是冲茶喝 对 或者是做一些 我们的一些可能糕点 糕点 甜品都可以 对 因为老师有提到 其实现在外国很多人都会用 这个甜菊叶来做一些糕点 对不对 对 这样真的是很好 对 很多很多 尤其是一些食物 他们都用甜菊叶 对 其实现在也很多 是 很流行 那我很想问一下 那比如说好像我要喝这个甜菊叶 这样一般上我应该一天里面的 它的摄取量要去到多少 OK 我自己本身呢 我觉得一天喝六片 已经是我的最多了 就一次我泡 可能我只放两片而已 这样大杯的水 我们讲的这一杯水 它大概能够承受的量 大概是两片到三片左右 然后之后 如果你觉得太甜 你再加水 是 所以不需要放太多的 不用放太多 因为它的这个自然甜味 真的是很高 对 除非你是冲给一家人喝 那你就可以放多一点 是 那这里可以看得到 它这个天然的甜菊叶 它是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没错 对 可是它对这个 豚草过敏者 是有帮助是吗 不是 它是对豚草 如果你是对豚草过敏的人 你吃了甜菊叶后 你就会觉得嘴唇麻麻 对 然后你会觉得好像有点痒 不舒服 然后严重的话会肿 对 也会就是好像敏感这样 对 就是敏感这类叶子的 这样特别就是注意一下 那除了这类的人 有没有说一些人 刚刚老师有提到就是 因为它比较寒 对 所以女生就不应该喝多 应该这样讲 女生在月四的时期 生理期就不要喝那么多 明白 然后另外就是胃寒的人 肠胃比较寒的人 那如果我喝 我是肠胃不好的人 寒的人 我喝了会有什么副作用呢 你会容易腹泻 对 很恐怖一下 不是 除了腹泻呢 这里 对 除了腹泻之外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女生的话 如果你在痛经 来着月经你就不要喝了 是 因为它比较寒凉 然后容易感冒的人 他不想降低人体免疫力 就是他因为身体本来已经体寒了 如果你喝过量的话 你就会有很容易感冒 或者是免疫力下低 对 因为太寒了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现在 因为其实就是可能这个甜菊叶 可以搭配其他的不同的一些食材 对不对 可能口感也比较好一点 那么今天老师有带过来 当然这个就是甜菊叶 另外这里有就是陈皮 以及山楂 对不对 那这个参在一起喝的话 主要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瘦身 瘦身 这个特别适合我的 因为陈皮和山楂 大家都知道 山楂可能它就是有可以帮助消化 对 没错 可以帮助消化之外也可以消油 可以去油 然后通便 这么好 我刚才喝一口 然后陈皮是属于比较开胃的 是 那比如说我们还有其他的配方 比如说你可以玫瑰花 加米送香 还有也是加入陈皮 再加甜菊叶 它这个就是可以调这个血气 这个因为很多人说 如果玫瑰花的话 它可能就是可以让你的心情 比较愉快 轻松 没有压力的 舒缓的 所以喝这个我觉得蛮不错的 如果在办公室这样 玫瑰花 玫瑰花除了可以 刚才Desmond老师讲的 就是可以舒缓心情之外 其实它对女性荷尔蒙有很大帮助 是 所以怪不得以前的 宫廷里面的这些女人 那妃子很喜欢用 所以可能真的是好用的 那老师除了这个之外 有没有说 其实因为我很喜欢这个茉莉花香的 我可以和它一起搭配吗 你可以搭配任何的花 比如说你想要晚上睡得好 你可以配薰衣草 也可以 然后你不喜欢喝姜 对不对 那你就配香茅 香茅也可以 可以 真的很好 因为有些时候 有些人不喜欢就是 喝的那个饮料 就是空空没有感觉 太单调 很单调 所以加一点点的这个味道下去也很好 好像这个我们看得到 茉莉花加这个甜菊叶 主要可以滋养我们的肝脏 对 养精提神 礼器开育 就是很犹豫的人就可以喝了 对 因为它香气 对 然后它还可以调节我们的这个酸碱的平衡 酸碱平衡 对 就是胃部的酸碱 对 我们身体里面的酸碱 其实我们这个所谓的调整酸碱平衡 是来自我们压力的 比如说睡不好 然后人体之类 人体就会觉得比较累 那这一个配方 茉莉花加这个甜菊喝下去 整个心情很开朗 你闻那个味道你就觉得很舒服 所以它开朗 身心愉快 自然它的 怎么说我们的体质 体质就会好 我们的这个体抗能力又会增强了 是不是 那老师很多人说 比如说我们中医里面有说 早上下午晚上不同时间喝 可能有不同的功效 那我想问一下 比如说类似这样的这个茶 有没有说有特别的不同时间来喝吗 基本上来讲的话 如果你喝这个橙皮山楂的话 我会建议你吃饱后喝 饭后喝 好消化 那如果你说茉莉 茉莉甜菊 你可以晚饭后慢慢喝 让你回去摊茶 更久会分高 对 更久会分高 对 然后早上工作时期 工作的时候你可以喝一些 比如说像柠檬 你可以柠檬或者香茅 配这个甜菊叶 都没有问题的 就是苏醒很新鲜的感觉 是 这个就是一个茶饮 就平时你可以拿来喝的 是 那么等一下我们的 Karen老师还会教大家 如何用这个甜菊叶 就是可能准备一些食材料理的 对 看起来很有趣的 那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8864 来看一下今天Rickman 有什么娱乐新闻和我们分享 是的 今天8864 我们准备了这个 李荣浩发了新歌 要我怎么办 用了九个字来形容人生 到底哪九个字呢 等下告诉你 还有我们要准备了这个 第40573NK排行榜的成绩揭晓 另外还有就是准备了这个 一番一期饭的单元里面 有Eagles的整理报道 所以想要知道更多的话 等下三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好的 谢谢Rickman 那么我们先吸取一下 待会我们还是有Karen老师 会教我们如何使用这个甜菊叶 纳入你们的一些食材当中 甜甜的甜菊叶真的是全身都是宝 那如果要以这个甜菊叶来制成便当的话 哇 应该是挺好的吧 马上请教Karen老师 老师今天要为我们准备的这个便当是什么呢 我今天要为大家准备的这个便当呢 其实就是可以来调整我们的这个血压 血糖 血糖 OK 那其实这个便当的话 可以这样子每天都吃吗 都可以吃的 都可以 你只要掌握那个煮的技巧就好了 了解 OK 所以我们看一下 因为今天材料好多 它好像分了三个部分 对不对 是 我们有三道菜 对 第一道菜我们就是要准备这个 姜草这个苦瓜 苦瓜 然后with这个黑木耳 OK 所以这个是一起的 对不对 OK 那苦瓜就也是比较含凉的 那甜菊叶也是很凉 所以可能就加了一些这个姜 对 来这样子 OK 那这个黑木耳非常好 因为可以通血管 对 没错 那接下来的就是这个 第二道菜就是泰式豆腐 泰式豆腐 等一下就是做那个酱 这个是已经做好的酱料 等一下淋上去而已就好了 只是这样而已 好的 对 很简单的 然后第三道就是沙拉 沙拉 对 一些红萝卜 对 然后这可能有一些坚果类 是 几汤匙而已 不多 OK 这是黄瓜丝 还有生菜 生菜 是 OK 还有黄瓜有不同的模型 口感比较好 口感比较好 OK 再来 这个是那个玉米 OK 好 这个就是那个甜菊了 好 那现在我们要进行煮的部分的话 应该就是苦瓜了 对吧 对 那今天呢 我就带大家用水煮的这个方式 完全不用油喔 不用油啊 哇 对 用水煮 好健康 好健康 OK 首先 我们是以这个油爆香 现在是用水来爆香 对 来爆这个姜丝 OK 好 只是这样爆一下 这真的是第一次用水煮这样爆 好 其实糖尿病的人呢 就不大建议吃太油的 是 所以我们可以 其实用水煮的方法是很好的 对 而且在这里看到 完全没有任何的调味料 就是除了这个甜菊 有点甜甜之外 是不是 所以都是食材的原汁原味 是 食材的原汁原味 来 对 没错 好 那这个苦瓜可能就是来切片 这样子 是 切片片 OK 切一个半C型 是 对了 这个黑木耳 然后你们去买的话 去买黑木耳丝 黑木耳丝 是直接买黑木耳丝 黑木耳丝 不是那种大片 我们在浸泡的 不用不用 黑木耳丝现在外面都有的卖 很方便的 那更容易一点的 就只是要浸泡一下 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而已 太好了 太好了 好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下这个 苦瓜 OK 好 谢谢 那老师现在在发现到 就是水都比较少了 要不要再加水 哦 要再加 是 可是因为这个苦瓜的分量 你也没有拿得很多 对 是不是因为它也是属于含量 所以分量的拿捏也是要特别注意 这个就是给一个人吃的分量 你平时吃的菜 就是说家里有糖尿病的爸爸妈妈 如果平时要煮给他们的话 你可以这样子煮 OK 然后你可以放一些调味料 是可以的 放一点盐 放一点那个洗腰 他们不要吃到 一点就好了 不要放太多 就尽量清淡 对 尽量清淡 对 然后有一些人喜欢 用那个 比如说一些酱料也可以 对 好的 了解 好 那可能这边再焖一下的话 那其实这个甜菊叶要几时加入呢 最后的 其实这个甜菊叶不是for这个菜 不是这个的 这个只是那个酱丝苦瓜跟那个黑末 就是这样而已 对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豆腐薄 豆腐薄 这个要怎么样处理 这个其实是有豆腐薄要拿来炸 这个已经煎炸过了 对不对 然后这个是我做泰式酱料 就是豆腐酱 然后这个就是配搭 就我们可以买那种现成的 现成的 对 这个就是做好之后 把甜菊叶撒上去 就这样而已 对 很简单 它就酸酸甜甜的 所以是配这个这样子的 是 对 了解 OK 就非常地简单 只是加了这个泰式的这个酱料 这个就是你先再加 比如说好像你有这种 或者你用豆干也可以 豆干你就煎一下 如果有这个的你就剪碎它 然后你捞那个东腊的酱 捞好了之后呢 就放这个下去 剪碎的甜菊也撒上去 它就带点酸甜 OK 然后再来就是沙拉的部分 就应该很简单吧 很简单 来 就帮所有就加入 对吧 对了 然后就加入 然后跟它那个烙一下 对了 就可以了 是了 然后就加入这个 美乃滋 美乃滋 然后这样子把它搅拌 来 这个 甜菊叶 所以沙拉的部分就好了 就这样子了 是啊 那一本上的话呢 如果 如果你要做沙拉酱 有些人喜欢放蜜糖 那我们今天放了甜菊叶 你就不用放蜜糖了 对啊 而且又有这个美乃滋了 对不对 所以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就来温习一下 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这个 甜菊叶便当的这个食谱吧 马上来看看 小孩子 都 Eisen 小孩子 小孩 小孩 小孩子 姐姐 小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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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美乃滋里头的成分是什么 是 其实那美乃滋 我们自己制作的美乃滋是需要一块水豆腐 然后加上一茶匙的盐 海盐 然后两茶匙的柠檬汁 然后去把它搅拌 就可以变成美乃滋了 然后如果你喜欢做那味的 一块水豆腐 是 然后一点点的海盐 再加上两汤匙的柠檬汁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然后你可以存在冰箱一个星期 好 所以大家在市场上买的那种美乃滋 就是那种高油 高糖什么的 这个是你们自制的 所以今天就把这个食谱公开给大家了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到 这个煮出来的时候 可能会比较有一点水 就不像那些一般的那种 那个美乃滋可能那个 就比较会稳定一点的那个感觉 我就再给大家一个小秘方 就是如果你们除了刚才我说的 那三种的那个制作之外 你看它也可以加上蛋黄 蛋黄 只是蛋黄 蛋黄加入该那个水豆腐里面 一起搅拌 可是会不会有那个星星的味道 不会的 你可以放一点黑胡椒 黑胡椒粒 黑胡椒粒 对 然后你还可以放那个 那个叫什么 就是黑芝麻 对 都可以 对 其实水豆腐来做芝麻 是来自希腊以前他们的偏方 然后现在的人都一直在用健康的方法 真的 而且我现在吃起来 其实那个味道 有吃到甜菊的味道 对 而且就是那个滑滑的 你知道吗 因为那个水豆腐的关系 对 所以这个口感也挺好的 而且你就是以这个黄瓜 很巧妙地利用了这个丝 以及这个块状 对 这样子你吃起来的时候 这个口感会有不一样的层次 还有饱足感 是 太棒了 OK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豆腐薄 豆腐薄的话就是这样子 加上这个甜菊 这个甜菊也对 因为刚才碎的已经放在里面了 所以可能你吃的时候 你要采一片陪着它一起咬 OK 所以这样子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甜菊叶的部分 因为刚才那个烤盒又加了 对 然后这个这样子的话 是属于一个人的份量吗 是 是属于一个人的份量 有没有说如果是吃太多的话 就真的会不太好 你是说什么甜菊叶吗 对 甜菊叶 平时煮的话当然是剪碎它 然后配搭一起捞 你可以跟那个泰式酱一起吃 它就带点酸甜的 了解 你试一下 对 是 要配这个甜菊叶 这样子 这一片椒会很甜 你要 真的 是不是 会很甜 其实挺好的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还有人家在泰式 酸酸辣辣的 对 然后你这样有一个原味 然后这样后劲回来 是 哇 好 那个好吃 你可以把这豆腐包一起捞 你要吃 都可以 对 而且今天若是糖尿病患者的话 就配上了这个Browed Rice 是 对 就是糙米 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更健康了 是 没错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还有苦瓜 是 苦瓜 OK 苦瓜我就直接这样拿了 是 直接拿了 水煮的苦瓜 肯定是非常的健康 是 如果这个焖久一点 因为我们时间关系了 焖久一点的话会更好 是 是 所以这个 甜菊叶健康便当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Karen老师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那吃过了这个非常棒的这个料理呢 明天我们的活力交战的课题呢 将会和大家探讨的就是这个 捐续 就是一份血 一份爱 所以明天我们就来好好的来聊聊 这个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这一个血 好 那其实呢 我们在7月20号开始 每逢星期一到星期五呢 早上的7点到8点呢 也有我们火力加油站的这个重播 只在8度空间 所以7月20号开始呢 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早上7点 来看看我们的重播了 好 那节目的最后 我们来带大家动起来就是 可以加强我们腿部运动的 有哪一些呢 来看看吧 相信大家都知道 双脚呢 就是支撑我们人体的体重 主要的部位了 那么如果没有了双脚的话 我相信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有很多事物呢 你都办不到的 那么我们又应该如何 去避免我们的双脚受伤呢 今天我们就来教大家 如何去锻炼有一双 强而有力的双脚 第一个是90年代的运动 大家都知道呢 其实我们的腿呢 真的是非常重要 除了它就是可以让你 从一个地方 去另外一个地方之外 它还是就是支撑我们 整个人的这个体重 有没有说一些运动 可以加强我们的这个腿部 跑步之前 热身是非常重要的 有两个热身运动 我们可以常常做 第一个就是90年代的运动 我们会坐着 把我们的膝盖两边倒 所以第二个动作 我们是叫做 step and rotate 是爬在地上 然后把你的脚 腿展开 很多时候我们腿部受伤 是因为我们肌肉 可能会比较紧绷 跟坐姿有关 站姿有关 比如说坐着的时候 长期坐着 站的时候喜欢 就是另外一脚出力 另外一边又不用力 之类这样的问题 会造成一些问题 尤其是在做一些大动作 或大运动之前 一定要做一些 自身的运动 也是刚刚KC教我们的 是 那除此之外 有没有说也有一些 就是可以加强 我的双腿的运动 有 我们可以做两个运动 第一个我们叫做 tripod reach 我们是会朝天 第二个我们叫 rotational lunge 是 是会左右这样子转 那有类似这样的一些 运动或动作 就可以使到我们的 这个双脚的柔软度会更好 那也可以避免 我们的这些运动伤害了 第一个stretch我们做的是 90-90 seated switch 我们的脚要摆成一个 90度 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双手可以摆在臀部后面 我们要确保 我们的臀部着地 尽量把你的膝盖 拉到越贴地越好 记得要挺胸 第二个stretch 我们做的是step and outer cross 我们会start 在一个plank position 然后我们的脚 踩在我们的手旁边 从这边 我们会慢慢 往另外一个方向 这样子爬出去 然后爬的时候 我们的胸要挺出来 背部要形成一条直线 确保双脚尖都向前 第一个动作 我们是做triboard reach 手放臀部后面 另外一只手 我们可以放我们的胸前 记得往上推的时候 要吐气 然后收紧我们的臀部 确保脚跟要着地 确保手跟肩膀 在同一条直线上 第二个动作 我们做rotational lunge 我们先向前 然后转90度 后面的肌盖 要差不多着地 我们转身 再朝另外一个方向 再重复那个动作 确保我们的胸是挺出来 上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吐气 小火热 你怎么看 nad会儿都被捡 着人的肌盖 不是 那参与很多的方向 拍手 我表现这种肌盖 我看一定是为大家 我看相葉 我看相差 明 прид止 只能做 那些肌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